欢迎收看国际大风吹 每礼拜来探讨一个有意思的国际话题 发生在2月初规模7.8的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 截至15号已经造成超过4万人死亡 其中光是在土耳其就有3万5千多死 是土耳其建国百年以来死伤最惨重的震灾 可是也有受灾民众质疑灾情之所以这么惨重 除了地震本身的威力惊人 难道没有人为因素吗 政府是不是也该负点责任呢 从地震来袭之后 救灾动作太慢到很多理论上可以抗震的新房子 竟然在地震中应声倒塌 这场地震除了造成惨痛损失 似乎也掀开不少潜藏已久的问题 我们先请就来看看 天灾背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人祸 当地时间2月6号凌晨4点多 规模7.8的主震来袭 没过几个钟头又发生规模7.7的余震 这两次地牛翻身 瞬间重创土耳其南部省份 建筑物宛如压扁蛋糕的景象 在灾区随处可见 第一时间的恐慌过后 灾民除了想办法求生 也希望尽快救出那些不幸被压在瓦砾堆下的亲友 然而很多人等了一天两天甚至三天 可能都还等不到救援队 或者是救援队来了却装备不足 只能眼睁睁看着生命流逝 特派其政府并不是没有做事 当局表示本国加上外国团队 共有超过14万名搜救人员 进入10个受灾省份 有的抢救倒塌房屋中生还者 有的搭帐篷发粮食 饮水睡袋等物资 照顾无家可归的民众 不过很多灾民批评政府动作太慢 甚至为了打压质疑的声浪 竟然还一度封锁民众用来反应灾情 还有救灾人用来沟通的社群媒体推特 而总统埃尔多安在地震第五天 才第一次坦诚 救援行动的速度确实不如理想 主要是因为道路和机场在地震中受损 不过根据纽约时报报导 政府的救灾能量不足 其实跟埃尔多安上台执政以来的作为 脱不了关系 不过这边必须要先倒转一下时间 从1999年上一场死伤惨重的大地震讲起 1999年8月17号 土耳其西北部发生规模7.4的大地震 灾情惨重哀鸿遍野 不只造成超过17000人死亡 更导致民怨四起 除了不满政府救灾不利 还质疑官商勾结 放任建商偷工减料 而这股不满的情绪 最终在2002年大选中 淘汰了原本的政府 让一个全新政党上台执政 这个党的领导人正是埃尔多安 从2003年以来 埃尔多安先三连任总理 又二连任总统 连续在土耳其掌权20年 但是根据一位军方退休将领的说法 埃尔多安上来之后呢 刻意线缩军方的职权范围 让曾经在99年大地震迅速投入救灾的军队 反而不再进行相关的训练 这次地震刚开始也没有动员军队来协助救灾 直到被舆论痛疲之后才赶快出动官兵 但此同时 从99年大地震之后 土耳其政府也开始征收地震税 名义上会用在地震的预防和援助方面 但至今23年来估计大约收了880亿里拉 约合46亿美金 荒谬的是 每次发生地震都会有人质疑这笔钱用到哪里去了 政府却从来没有交代清楚 另外批评者也说 土耳其位于地震带本来就容易发生天灾 然而专门负责急难救助的土耳其内政部灾害应变管理署 却成为埃尔多安给亲信的酬庸任命 负责人根本不是相关的专业人士 单位编例的预算也偏低 以至于最需要的时候却发挥不了作用 另一个灾区常见的质疑 就是99年大地震以来 明明土耳其政府每隔几年就调高建筑的安全标准 要求新的建案要有更高的抗震能力 但这一次却有很多新房子硬生崩塌 这段在社区媒体上疯传的画面来自重灾区之一 马拉特亚市 一栋三年前才完工的新大楼 就这样在余震中当场垮掉化为废墟 离谱的是 当初的建案广告还主打使用新建材和抗震工法 防震能力绝对符合新法规要求 让民众看了是火冒三丈 类似场景也在其他灾区上也明明比较新的房子却垮了 按照旧法规盖的老房子反而没事 于是不少人质疑建商是不是根本没有遵守规定 偷工减料罔顾住户的安全 而政府也很快发起针对建商的搜捕行动 根据土耳其国营媒体报道 从地震发生以来已经有超过160人 因为建筑物倒塌的相关事件遭到调查 其中已经有少数几人遭到逮捕起诉 不过政府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 土耳其工程师与建筑师工会代表就表示 立法却没有好好执法 是长久以来的问题 相关单位的验收程序非常的松散 尤其是近年来在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之下 不少城市掀起一波建案热潮 政府高兴都来不及了 怎么可能好好控制品质和安全性呢 2018年当局还通过一个特赦法案 违规的建商或个体户只要缴罚金 就算建筑物的安全性违规了 还是可以申请执照 等于是就地合法 20年前上台某种程度归功于地震 20年后的现在 埃尔多安又因为地震 可能会面对政权保卫战 土耳其预定在今年6月18号 举行总统和国会大选 选前三个多月却发生这场百年强政 寻求总统三连霸的埃尔多安 会不会因为民怨而被选票淘汰呢 中东研究通讯专栏主比刘彦廷认为 埃尔多安这两年推出大量设服政策 来缓解通膨危机 包括最低工资调涨55% 公务员加薪30%等等 还是赢得不少选民的薪 再加上在野党联盟 未必能够团结一致 推出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候选人 埃尔多安还是很有机会连任成功 所以这场地震会替他的总统任期 画上据点吗 恐怕还很难说 鼓励大风吹 我们下回见 不冲一个土耳其地震 大家可能没想到的面向 就是才刚刚好转一点点的土耳其经济危机 又陷入麻烦了 大家可能还记得从2021年起 土耳其出现超高通货膨胀 货币的比值是几乎腰斩 然后各种物价又飙高 同时央行还违反一般经济的理论 决定调降利率 进一步刺激经济 到了2022年中 政府差点发生债务违约 就是还不出向外国借的钱 不过到了去年下半年 通膨率有开始降低 情况稍微好一点 但政府为了稳住货币值 其实已经花了非常多的外汇存地 现在却突然发生大地震 重建灾区 照顾一下失去家人 甚至工作的灾民 通通都需要政府额外花钱 所以就有估计 2023年土耳其的成长率 恐怕只会在0%到1%之间 而如果对今天影片任何想法 或其他问题呢 请在留言 加上汉薇跟你说这个hashtag 我们就会挑一则来回复哦 那影片最后呢 要感谢所有付费支持 我们的频道会员们 尤其是每一位干爹干妈等级的会员 每个月一杯咖啡的钱 就能赞助我们做出好内容 希望大家呢是可以考虑一下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也别忘了帮影片按赞 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最后所有通知 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内容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5勇猪ir